真的是陳志翰他作為一個國會的助理 他完全不知道助理的職責 甚至於跑到委員會裡面去嗆立委 這真的是讓所有人大開眼界 過去大家還記得那個前瞻的時候 那國民黨的立委曾經偷偷帶一個 這個謊稱是記者 然後後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助理的人 進去在現場丟水球 後來這個事情 那是媒體實習生 那是一個平面媒體的實習生 結果後來那個事情鬧得很大 非常大 這件事情你就知道說 在現場發生衝突 任何衝突甚至於動手的 只有立法委員本人 助理你甚至於連動手都不行 因為今天所有選民投票 投給的是立法委員 因為賦予權利 我們賦權把權利交付出去的 我們是代議制度 我們代議制度交出去的是給立法委員 什麼時候給你民眾黨第十九名的陳志翰 陳志翰你是誰 你今天充其量是民眾黨的黨團的助理 你憑什麼到委員會的現場 開直播 你開完直播 而且你指控的是什麼 你指控的是現場 包括現場 我看到的有王定宇 還有林楚音 這些的委員叫做薪水小偷 叫做不開會 那所以王定宇才會嗆他 什麼薪水小偷啊 你怎麼不去講講你麥玉珍 麥玉珍才是偷火龍果的那個人 好 那昨天麥玉珍在哪裡 這個是紅樓的202 這個是內政委員會的這個開會的現場 麥玉珍身為那個關鍵的民眾黨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他人早上簽到了以後他就不見了 他就跑去接受媒體的這個專訪 他就講說他30年前啊 這個因為不知道啊 剛來台灣啊這個火龍果的事情啊 他才會做錯事他很委屈啦 結果沒想到這件事情又說謊 我給各位看 這個是我在農傳媒上面找到的台灣的火龍果 什麼時候火龍果開始種 1999年 他講30年前是什麼 1994年 那時候台灣有火龍果嗎 那回過頭來就是 你今天陳志翰 你應該要出現在現場的不是你陳志翰 而是麥玉珍 麥玉珍人不在現場在外面說謊 你陳志翰跑到裡面去 竟然你沒有立委的身份 你去嗆立法委員 哪來的道理啊 所以我要問柯文哲 柯文哲你是放任陳志翰進去的嗎 柯文哲你還有臉講 說這什麼國會霸占現場 霸占現場的是你陳志翰啦 還接受記者的專訪 這個招委啊 為什麼大家每次都要搶啊 因為招委其實第一個 就是說我案子要怎麼排 這是一個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會議的召開進行 本來招委就有所謂的決定權 那這個其實是在議事運作裡面 這一塊跟落跑不落跑 我覺得這個是有差異的 比如說像昨天講麥玉珍的狀況 民眾黨的說法是說 麥玉珍有去簽名啊 簽名之後他就回他的辦公室裡面 去專心的研究 要怎麼樣提案啊 法律的東西 所以你不能講我落跑 那我也講實話 簽完名沒有在會議 因為那一天是委員會的開會 那我說我簽完名了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的事情 因為麥玉珍的說法是說 因為主席臺被佔領了 那我就心想說主席臺旁邊有位置 你可以坐在旁邊啊 我現在講就是最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我簽完名之後我能離開 那我能離開不管你在什麼地方 其實對大家來說 你就是沒有在委員會裡面 那我也可以說我那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到這個我離開立法院 比如說我如果回到我的選區去 因為我有什麼 我也可以講說 我也是要專心做立法委員的事情 所以不能用這種所謂簽到之後 我就離開就代表 我有人在現場參與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邏輯 那因為之前柯文哲才剛唱 陳志涵的這個 他的這個網路節目 還在強調說民眾黨都非常的認真 然後一直講說 他自己七點半就上班 那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一個反差 你知道嗎 就對於民眾來講 大家還是覺得說立法委員 該出現的場合 該開會的時候 你應該出現在立法院裡面 你說我人簽了到 我到立法院各個地方去 或是這樣 那就讓大家去覺得 這樣說法能不能說服 那另外一個剛剛提到說 陳志涵在這個委員會裡面開直播 因為剛剛小邦提到2017那個案 2017那時候 其實有出現很多荒謬的狀況 因為大家要擋 那有一個好朋友叫王定宇 王定宇在當時還幹嘛 你知道嗎 跟國民黨的助理變成對罵 就國民黨助理出來 因為他要互主 那時候應該是黃昭順的助理吧 我印象中 然後就要互主 那個豬大腸豬內臟出來玩 就我講說那個不OK 可是當這個實習生 也跟人家拿的時候 你知道立法院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這是二零一七年的報導 立法院決議要將實習生移送法辦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那要不要把陳志翰移送法辦 可是他沒有丟水球 嗆聲算一種 可是他在直播 可是我覺得這會不會開先例 那以後國民黨的這個助理 或民進黨的助理 也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跟你講 大家覺得那個很荒謬對不對 我跟你講更荒謬是當時那個媒體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為什麼那個實習生也跟人家參戰 那個媒體說 因為現場氣氛很high 那個實習生情不自禁 就撞不住 人家一起玩 以為是撥水節就對了 什麼叫做助理 我講說因為現在大家手機方便 網路也很方便 確實立法院開會是這樣 就正常開會的狀態是這樣 就是主席的位置在這邊 然後立委在這邊 然後另外兩邊 因為旁邊大概坐的其實就是助理 助理都沒有辦法坐到委員坐的那個桌子裡面去 即使你要在那邊開直播或什麼 我覺得昨天陳正然遇到一個最大被正義的地方是 當他今天拿了一個手機在做直播 他人走到最前面去 對著現場的委員開始做評論 助理是可以開節目的嗎 助理在議會的整個的議事進行當中 你在那邊直播開節目 你做評論 不過我想說他們助理那麼多人 為什麼要派陳志涵去呢 這要去現場幹嘛呢 我也不知道 大概陳志涵覺得自己是新聞人物吧 你看他後來還受訪啊 開始就是甚至跟好像還是也是跟王定宇吧 你看著畫面上面 就開始大家在那裡承鄉 那就是我們大家對助理 因為助理其實真的很辛苦 立法院助理其實老實講 跑立法院記者 其實跟助理的關係都非常好 因為他們知道其實這些助理都很辛苦 可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陳正然的那個狀況 當他今天出來講說 他在做助理該做的事情 請問我就問問大家 助理該做的事情 是跑到這邊去開直播 而且用評論的方式 甚至是還要回應黃友 還要幹嘛 你跟我講 這跟助理的職務有什麼關係嗎 好 所以我們請教阿朗東 因為昨天我們才講一篇報導 是柯文哲不是受訪嗎 說難道我要為了聲量去裸奔嗎 那不就是陳志涵的行為嗎 他現在是不是就跑到立院嗆聲 這不是代表一種裸奔嗎 好 柯文哲最近很常接受媒體訪問 瘋傳媒的訪問 他在裡面講說 國會改革成為附水組織 柯文哲認了犯下大錯 所以他們現在要走出自己的路嗎 用這樣的嗆聲方式嗎 對 因為陳志涵可以去到現場去直播 那麥玉珍卻沒有在現場 助理可以去 立委本人卻沒有到 這意思就是說 其實沒有人阻擋麥玉珍 他去當新小小偷 對 如果說民進黨就是說 有設一個閘口 陳志涵 好 你可以過去 看到麥玉珍把你擋住 那這就是民進黨不對 就沒有這件事情嘛 陳志涵可以去 麥玉珍也可以去 其實麥玉珍自己不來嘛 所以這個是很低點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是麥玉珍他就沒有在現場 這個就說不過去啦 那第二個呢 這個陳志涵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就是為了要去制衡黃國昌的計劃 所以我們都很平心靜氣看這個事情 他們這個就民眾黨內鬥啦 黃國昌他因為搶盡了所有風采嘛 柯文哲就在想說 怎麼樣把黃國昌給搞掉 可是他就不能明目張膽的 跟黃國昌對幹 這樣子的話會讓很多的這些小草 可能會變成這個小蔥 有嗎 可能他們最近還一時出來開記者會 還合體啊 公體內鬥就是這樣啊 表面人前這個手牽手背後下毒手啊 陳志涵用這招就用來稀釋黃國昌的聲量嘛 你看我們今天討論黃國昌比例就很少 等一下就要來了 討論陳志涵的比例就拉高 原本柯文哲加陳志涵都沒有討論喔 好幾天都沒有討論 大家會討論到柯文哲喔 對 因為陳志涵就是柯文哲代理人嘛 陳志涵一邊是跟黃珊珊很好 另一邊就是只屬於柯文哲 他這樣一搞之後他再開發一個新的模式 就是說以後在立法院裡面 不是只有黃國昌可以開直播 陳志涵也可以去開直播 如果陳志涵開得不錯 柯文哲就找更多的這些助理 一起進去裡面開直播 然後去稀釋掉黃國昌直播這個人數 所以這件事情本質上從頭到尾 針對都不是說民眾黨去罵民進黨 這是表面而已 是柯文哲因為自己的身樣長期被黃國昌壓制之後 想到這一種反制手段